《道德经》第55章一文 旭含那句德性的丰厚,可好比婴儿一般。 独虫不来是他,猛兽不来害他,智鸟不来伤他。 他的筋骨柔弱,但拳头却能握持得紧密, 他尚且不知道男女两性交合之事, 却会天生自然地勃起,这纯然是甘原之气啊! 他终日豪哭而不伤嗓子,这是太和之气所使然啊! 体会的这个太和之气,就只是长到长力, 体会这长到长力,旧的智慧明白。 贪求生活享受,必交祸秧, 力求事物壮大,必然老是。 这叫做不合乎自然大道, 不合乎自然大道必会早逝。